即日糧食 天地開疆 神光片照 香煙塵 年代久遠 主體建築 祥 尚鳳 福旺 聖神朗劍 主機關 彰化縣長 翁 一心進城 祥文恒 開客公式 用這一支過去嗎 好 開 開 開 我們落在我們前方的台機上面 輕輕放我們敲起來就可以了 早上 撞到了 好 我們來看前方 中間攝影機 今天才比較窄一點 因為我已經覺得要兩手就可以了 彰化縣定古蹟陸港文武廟修復工程今天舉行開工典禮 彰化縣長王惠美 陸港鎮長許志弘等人遇會 祈求工程如期如值完工 工程修復工期約1080日立天 預計於116年中修復完成 主要針對文武廟建築物木構建結構 墻面 屋面損壞修復及以害防治 消防設備改善保護建築物及民眾生命安全等 以有效保存重要文化資產 文武廟在74年指定為我們的限定古蹟 經過這段歲月的一個斑駁 所以就有需要來做相關的一個修復 那在這一次特別謝謝我們文資局 補助了4000多萬 因為工手是屬於一級的一個鄉鎮 所以財力是屬於比較好的 所以它要自從26%多 那縣政府呢就是8%多來做相關的一個這個補助 那施工工期要到106年的4月 那這部分呢 最主要我們的這個文武廟呢 它有文慈跟古廟還有我們文胎書院 那文胎書院呢 這中間呢 包括我們的舉人秀才等等 可以說這個培育了非常多 也是因為這樣奠定的入港 文風鼎盛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在14年前呢 當時的這個文池 它是缺乏我們的文昌地區 那特別謝謝地寶 做了這樣的贊助 所以文池武廟跟我們的這個文開書院 那三個部分 包括文化跟祭祀的部分 就非常的一個完整 那這次呢 特別謝謝我們工所非常的用心 那來主導我們這樣的一個建設 那也期許說施工完畢之後 能夠把我們整個的文開書院呢 能夠呢 變得更加的這個多功能性 那這個來到彰化 在我們去年 大數據裡面的一個結果 有三千七百萬人次 進到我們的彰化來做旅遊 那其中裡面的大數據 就產生出有一千七百萬人次 他是來到我們的這個老街附近 所以顯示出來陸港的觀光客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也期待 透過這樣點線面的串連 包括龍山寺 包括天后宮文開書院 那能夠變成另外一線非常重要的文化之旅線 那在這邊再次的 謝謝我們文化局文資局 還有我們公所齊心努力大家 來做這樣的一個鼓勢修復跟整理 針對我們這個目標 這位修復和整理這個壁面 還有這個屋簷以及地平 一個做一個修復改善 那我們這個目標 從這個清朝的佳慶年間 新建 74年指定為限定古蹟 也會當中很久 年久失修 所以這位的整理一種 迴旋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修善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張華縣政府 感謝王縣長 能夠補助這個工程 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元 那也感謝我們文化部這個文資局 補助四千六百六萬 那我們公所自酬了一千八百五十八萬五千 的一個經費 能夠齁在一千零八十天的一個日立天 能夠把它修上完成 那相信修上完成之後 能夠齁再展現席路的一個功夫 還有我們的工程手套 待會我們就會進行 我們今天也敲 林長齁 我們旁邊協助他一下 謝謝我們的雅晴代表 大約是一零八零天 預計會在一百一十六年的四月份 來完工跟大家見面 好 我們稍微這個前方 動作 做一個預備敲錘的動作 好的 謝謝我們倒數到一的時候 請各位倒數 三 二 一 請敲錘 是的 祝福我們的工程 開工平安 施工順利 工程圓滿 也祝福我們現場的嘉賓朋友們 身體健康和嘉賓 彰化人彰化是新聞記者 林明佑採訪報導 先祝福我們 您在這樣的一個